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款月季品种呢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佩尔朱克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颗佩尔朱克呢 是我去年买的千叉小苗慢慢养大的 所以现在呢,大概就是一年左右的苗龄 之前有话语问过是不是嫁接苗 不是,我这边我之前说过了 除了隐隐亲之外呢,其他全部都是千叉苗 好吧,先来欣赏一下它的颜值吧 记得之前有一个花友问我 如果佩朱、婚礼盒、女星、衣服粉、伯爵 这几种月季放在一起 你最喜欢哪一种 那我的答案是,佩朱排第一 其他变列第二 可见我对佩尔朱克到底有多么喜欢了 那接下来呢,先说下佩尔朱克它的优点吧 第一个优点毋庸置疑就是它的颜值太高了 简直是仙女中的仙女 你看它的这个花瓣 是非常轻盈的 然后还有透明质感的 这样的花瓣就是整朵花仙气十足了 除此之外呢,它还有这种褶皱边 这个是刚开的样子 那完全打开之后呢 里面的这种褶皱边 层层叠叠的 也是非常的可爱 那这个花朵再开久一点呢 就是这种 里面是几乎白色的 一层一层堆叠在一起 看起来也同样非常的美 然后它的花香应该是属于中香吧 不是特别浓烈,但也不是特别浅淡 难得的是它的花期还很久 一朵花开个十天以上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从花形,花色,花香,花期 这四个方面来说 佩珠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挑剔的地方了 那很多花友呢 也在吐槽说佩珠的叶子丑 这个叶子呢 确实是这么卷卷的 好像不是特别精神生病的样子 但这一点对于我来说呢 影响不是特别大 我主要看的是它的花嘛 不过这种叶子呢 在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 因为它这个叶子呢 是这样向后翻卷的 所以这里面呢 很容易藏红蜘蛛 夏天的时候呢 需要做好冲水预防红蜘蛛的工作 另外佩尔猪客在小苗期间 它的根系确实是比较弱的 比较容易感染白粉病的 所以白粉病的预防呢 也要重视起来 除此之外呢 佩珠还是有缺点的 你看它的这些枝条是比较细软 然后花朵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当它开花的时候呢 容易直立性不好 会有点微微垂头的现象 那这一点呢 在小苗期特别容易发生 就是垂头的现象 那如果你的这颗苗 养得比较大了 枝条非常粗壮的话 那这个佩尔猪客 它也有可能是不垂头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佩尔猪客 它这个根系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弱的 所以说如果从千叉小苗 带过来的话 你还是需要有一些 养护月季花的经验的 你要知道根系弱的月季品种 相对来说呢 配土需要更加疏松透气一点 养护过程当中呢 尽量偏干养 小苗期间以养根为主 当它慢慢长大之后呢 一切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啦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啦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